原标题 听到无数痛苦的叫喊,那是屈辱的声音。我好似看到汇聚成海的泪水,那是无奈的哭泣。传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千年之久的三寸金莲,就好像古代女人们的命运,由千年前的南朝开始,随着历史的发展,又悄然逝去。 这是中国族理文化的传承发展史,同样也是中国妇女一段屈辱的历史。 三寸金莲,又叫产族,国小角,开始于南唐后主李玉,相传李后主有一位爱妾姚娘,身姿姚巧,善弄歌舞,李玉对她的神魂颠倒,疼爱有加,不惜为她建造了六十高的大莲花台子,用宝物彩带装饰。 魏伯后主欢欣,妾良用不薄缠足,石脚屈上做心悦状,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。 很,快,这种方法,就在民间追求时髦的女子之中传播开来。 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三寸金莲的说法,金莲之说,是南朝齐东婚侯萧宝卷引出的。 肖宝卷是一位风流无能的昏庸之辈,他命令工匠将金莲花铺在地上,让自己的爱妃从上面走过,戏声步步生莲。 到了宋代的时候,妇女若是不缠足,就会被视为粗人,而且必须还是从小就被大人裹成三寸的小小才算是美女,由此有了三寸金莲的说法。 所以,宋代的蝉足风气非常浓厚,为了不让蝉过的脚变得松弛,就连睡觉的时候,女子们都要穿着睡鞋,适样于普通的鞋并无大致,只是鞋底偏软,更加小巧,并绣着精致花样。 这些鞋多久鞋主人亲手缝制,元朝时,在南方很多地方都出了规定,只准有钱有势力的人家女子,才能锅小脚。 明朝更是下了尽力用过小脚的分出贵贱,贫贱人家的女子不得锅小脚,更甚至于久的地方职。 皆规定贫贱人家,男的不许读书,女的不许锅小脚,都知道,清朝是马上得来的天下,满族的女人们都崇尚大脚,不锅小脚。 令人想不到的是,清军入关后,汉族妇女第三寸金莲,却让满族妇女趋之若无,争相效仿。 清政府多次下令禁止满族人蝉族,保护游猎民族人高脚大便于狩猎的特点,同样也为他们的身心健康考虑。 但屡禁不止,仍有许多满族女子乐死不疲,蝉族之风反而日上,到了后来,男人非小脚之气不取的风气,社会一时以大脚为耻。 满族女子对小脚崇拜达到了狂热的程度, 而且蝉族风越来越烈。 错误的审美观,带来的是中国妇女千年的屈辱,可悲可笑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